给你装的盒子里有一个小张 帮我盖上戏奶戏夜 何必认真也需认真 唱戏为了自己痛快 为了观众的期待 做自己也唱自己 你真他妈好 完了下辈子有缘再见 刚在天井唱完评剧的郭老师 在后台收到了这样一封特殊的来信 来自一位素未谋面 刚刚离世的京剧老人刘富如 虽说这封信是护士代谢 但信中的每个字 都包含着刘富如老先生 对郭德纲的认可和喜爱 以及对他京剧唱法的赞同 作为京剧界的前辈 刘富如老先生 更是把整理好的孤本 托人送给了郭老师 提及自己的志己富强 更有一股临终脱孤的感觉 信的末尾 由郭德纲亲自盖上的崭新印章 更是让我眼泪狂飙 郭老师的坚持 刘富如老先生的认可 仿佛都像这枚印章一样 鲜红而又坚定 不过更戳中我泪点的 却是刘富如老先生 被黄牛欺骗 我不懂这些黄牛为了钱 脸都可以不要 他怎么能忍心欺骗一位老人 都知道德云社的票难抢 不仅是观众买票 指着德云社门票 发财的黄牛们 自然也是用尽一切手段 怪不得2020年的时候 秦桥贤临时取消演出 硬刚黄牛 甚至在小园子的舞台上 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我再说一遍啊 就是黄牛我们管不了 但是粉丝啊 观众之间 就不要再把价钱往上抬了 对 二百块钱一张票 过来看看新历厅 这不是商业 对 干嘛 干嘛 不差这70 50的 不差这50 除了什么 你实不行差这70 50的 你找我要来 不仅是老秦 布满黄牛的哄台票价 作为德云少班主的郭麒麟 和比尔哥张云雷 都曾在小园子里喊话黄牛 如果说这个票呢 没有到你们手里 在他们手里呢 我们就要想他们 坐在那个碰着的位置 他就是我的 我想什么时候来 我就什么时候来 你不想 是什么问题 我什么时候来 相信了 我不需要告诉任何人 这么多人 支持归支持 但是要有一个底线 不要 不要纵重黄牛 去那么炒票 如果有能力的话 有线索的话 马上报警 宁愿台下的作业空着 也不愿看着观众们 被黄牛手中的 高价门票欺骗 随着角人们下场 艳刚黄牛 德云社也在2020年 发布了一则声明 石明志买票进场 大大打进了 黄牛饭票的机会 我认识一个小孩 他只有十岁 他很不幸地得了血癌 后来我跟郭老师的钢丝们 一共给他筹集了六十多万的商款 学的是中医专业 他日如果我学有所成 那么我竭尽全力 护您一生周全 诚慌诚恐 愧不敢当 我打七岁学艺 干了好几十年了 其实对我来说 没有想到 像是有这么大的功效 从我的角度出发 所有听像的朋友 都是我的一师父母 一个传统的草根艺术 他不是庙堂文化 但是他能给老百姓 带来最基本的快乐 从这点来说 我 我的爱好 我的兴趣 我的工作 我的人生合在一起 是我莫大的幸胜 鞠躬尽摧 死人厚颖 谢谢你们 谢谢 是啊 相声不治病 但治心 郭老师也从未想过 自己一场接一场的卖脸出 能成为别人黑暗生活中的艺术光 不仅是郭老师的粉丝 有这么感人的事情 张英雷的一首《探经水盒》 也曾给一位星星孩子的妈妈 带来希望 我儿子 他不一样的 他 他是星星的孩子 但是 有一天 他那首《探经水盒》 我说 你听谁唱的 他说 哥哥 我说 哥哥 我说 什么样的哥哥 然后他说 眼睛里有星星 我说 那个哥哥叫什么呀 张英雷 你对我儿子来说 是一个奇迹 就像一道光 打下来了 作为宁萌心中的星星 张英雷治愈了太多人 所以 他们之间的互相救赎 是星星治愈了星星 你喜欢这样的德运社吗 平时区里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酒粮 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 点关注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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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